年度新鸭奖助学金八棒 来自31所小学 103位各组小学生 出席两场次典礼 获得升学补助 典礼前 书轩设立凤茶区 刚抵达的学生 向长辈凤茶及温暖的抱抱 让学生和家长感动满满 会所楼下 也特别准备了桌游 此少陪伴提早到来的学生 新鸭奖助学金班八点礼正式开始 校方推荐良好表现的学生 您是同年 做那个事件 做不够自动自发 所以老师担心 那跟大家分享 在去年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 很感动的一个 那这是一对家 一个阿公 但是一个孙子 那个孙子我们做家床的时候 不是一年级 去年SBM考试 它哪十个M 所以阿公呢就非常感恩慈悸 那当然为什么说这样子呢 因为老师在评估的时候 他说孩子有说 他每一年拿到我们吃点奖助行星 这一个款项的时候 他都很感恩 女士上风发红包和结怨品与孩子们 祝福孩子们前程四季 他给我们的小朋友很多的帮助 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会投足头 我的想法是说 我虽然没有什么 但是我也愿意把一点点的爱传承下 今天可说是一个充满温馨和希望的时刻 也是我们共同为孩子未来 拖下美好种子的时刻 当副校长来推荐 这个有好品德进步奖之类的 我学校有三位同学拿到 这三位都是急需需要援助的家庭 我也很感恩 现在从今年开始 我们的近时中生 近时与的中生正式启动了 校园的氛围也会越来越祥和 我觉得就是要去宣导 这个人文教育 因为学校主要是传授指示的地方 但是人文教育却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可能校方方面可以多和这个词基配合合作 一起来教育孩子们 助学金发放环节 特色才艺表演 让孩子们展现自己的才华 大家跟着舞曲一起摇摆 给予孩子们很大的哺乳 我们每次去做家访时 我们都会发现说 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蛮优秀 我们总是会听他说 看到他家里的奖杯 看到他什么运动的才能 可是我们就很少说能够去真正的看到 所以今年就在访试的时候 就请访试员就是去询问说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才艺要表演 然后其实反应是还蛮踊跃的 助学金解决金还学子眼前的困境 社会的孩子们也撒下爱的种子 缔造循环不息的爱心社会 大爱新闻 于慈岸 郑敬平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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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